歡迎大家收看,移民熱鬧,為理解 今天旁邊我有位朋友 老朋友 老松 他慫恿我去曼谷 放回來後,相當好玩 又獻出了你很多第一次 沒有第一次 第一次開槍 第一次開槍 第一次參加水燈節 我沒有參加,我們路過 沒有走進去 我們講到開槍的經驗 開槍時很亢奮 基本上我控制不了槍 就是槍控制不了我 一打就 不是 我看你現場的感覺 我是怕他的槍 你不像是第一次開槍去燒槍的人 你是外表冷靜 內心恐懼的人 是啊 不是 我看到你是神槍手 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中把的,我中一次 燒了十幾槍 有一槍中過把 你很多 你超過50% 十一雙門 我在香港玩過槍 平民化的槍會 在香港比較少 十多二十年前 在屯門市中心 就有一個平民化的槍會 其實就是因為平民化 所以支持不住 所以也結業了 在那段時間 試過玩過 燒槍的過程 其實是很樂趣的 挺有樂趣 第一就是訓練你那個 專注力 你射得準不準 還有那個經驗 那個教練教你 那個把握力 原來你不知道 看電影 以為周恩發的 那些砰砰砰砰砰砰砰 那些是氣氣效果 你單手拿槍 也不知道在哪裏 沒錯 特別是一些 一般來說 比如警匪片那些 警察用那支 叫做點38 或者特警用那些 點45 什麼Clock 17 Clock 17 19 那些後座力 不會沒有那麼厲害 不過 都是有後座力 反而你說 射那些機關槍 點22 口徑那些 後座力 就沒有那麼大 我們現場也看到 有人玩這些 所以那個 後座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射大口徑 長距離的來幅槍 那些 那些後座力 都很厲害 即是肩膀 我們看別人玩 用肩膀頂著那支槍 它都是會 人側側的 是 如果是我們的感覺 它會向上 所以你要調整一下 但是 還有支槍很厲害 Magnum 沒錯 我聽聞就非常難去駕馭 但是我們去那裡 其實都不是最好玩 為什麼呢 我文說還有在巴黎雅 還有一些是野戰場 有 那裡就是 因為你趕著時間回來做節目 是吧 文說就是有些聽眾 都想希望你見你多些 其實我們都有花水釘上去 都可以見到的 我們在曼谷 在曼谷市裏面 都有一些的槍會 這些槍會的規模 就相對小一點 因為市中心 那個監管都比較嚴 每一個 每一位朋友進去都要登記 都要登記 領槍的手續 亦都是有些的手續 要抄下你的passport等等 規模小一點 不過玩的槍那個 種類都多 都多 但是我們想一些 即是說它不是固定 譬如說我玩到不常 我走來走去 然後假裝那些 香港的野戰 沒錯 那些類似 有些叫做 如果有朋友記得 香港有一套戲 叫槍王 那些是玩野外 IPSC 那些性質的玩法 在巴黎雅都有的 都有的 也都是類似 軍人燒靶 有些障礙物 前面有車 有個油桶 那類型的場地 都有的 在巴黎雅 巴黎雅分別都有兩三間 這些很大型的 巴黎雅屬於 相對地屬於郊區的地方 那它就在一個戶外 戶外 甚至乎有一個場地 就適合老少咸二 他即是家庭樂 親子家庭樂 都可以去玩的 當然小朋友 就不是說射真槍 那就是親子的活動 一家大小可以去玩 亦都有一些室內的射擊場 就有了冷氣 總而言之 就是他們在那裡的射擊場 大家可以消磨 一些時間 不過要順著提 就是安全措施 其實做足的 例如我們那次 你以後是 如果好像我那樣 說大家很遷 一定有人在身邊看著你的 一定的 那個人是跟你上海子彈的 不是你自己搞 不是你自己搞 我在旁邊看著你的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 對安全的情況 有些什麼的擔心 但是問題是 基本上我們接觸那支槍 它也不讓你鬥 不讓你鬥 直至到那一刻 當然安全措施 它先教你 安全措施 如何射槍 所謂叫初步的訓練 OK 訓練你 好了 定了 然後 安全措施 一定要戴上眼鏡罩 戴上耳機 耳罩 它是近距離看實理 對 近距離看實理 直到它幫你上子彈 入好子彈之後 就交到你手 你就真的可以去 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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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竅門的 竅門就是 用你的手指的前面 前面 我們手指不是有三折的 第一折手指的中間 那個位置 就不是好像我們 好像小朋友打槍 這樣 夾夾夾 就不是 是真的很定 我的手指 上邊的角 慢慢打 千萬不要心急 千萬不要心急 因為心急就是大忌 因為我們沒有燒過槍的朋友 相信當那一刻 台長燒第一槍的時候 就很興奮 接著第二槍 第三槍 就是那幾次 我看到台長就很興奮 很興奮 很亢奮 不是 我是想找真人寫的 哈哈哈哈 他那裡畫了一個人形靶 有些人我是想找真人寫的 所以如果那個感覺 如果沒有玩過 第一 你看到槍聲 因為我們香港很少會聽到 槍聲 你聽到槍聲 氣的槍聲和真的槍聲不同 不同 很有刺激感 很興奮 突然會突然一聲 好感覺 你就會連續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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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按 那支槍就會歪 所謂的 叉之鴻利 貿易千里 對 貿易千里 就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 特別是女性 我都不喜歡燒槍 有什麼好玩呢 很簡單 當然吃東西 吃東西 我們可以去到跨島很大 沒錯 我們可以在街面吃 但街面吃我們都在市中心會 市中心裡 是銅鑼灣 中環 但那裏有街邊蕩 就不同 香港銅鑼灣中環 就絕少街邊蕩 沒錯 但那邊是很普及的 你又不怕熱的 其實都不太熱 這陣子去到晚上很舒服 三十多度 即是三十多度的溫度 雖然是 但因為天氣很乾爽 你試想想 如果你在銅鑼灣 富豪酒店 那條天橋 圓形的天橋 底下 那個斜 底下 那裏 就有當在賣 海南雞飯 海南雞飯 我解釋一下 但海南雞飯 為什麼那麼多人看呢 就是說 旁邊見到一位 相當標誌的女士 城市禮人 我強調一件事 大家 那個不是我女朋友 哈哈哈哈 現在說到 就說 怎樣怎樣怎樣 有些人留言 我搭桌 我搭桌 他搭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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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水相逢 他也不知道我們正在拍攝 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不要有任何 這樣的 轉測 我是兩條馬路過去 我們都做一些很正經的 踏骨都很正經的 沒錯 我們酒店樓下那裏 就有數一下 有成七八間 十間八間 你數不完 數不完 你走過隔壁街 隔壁街又有 更多 所以就證明一樣 在曼谷 應該是食在曼谷 因為我們除了 我們去吃海南雞飯 很便宜之外 是 那個是 芒果糯米飯 五十八 五十八 為了港幣現在多少錢 十三 十二三 十二三 你吃不到 吃不到這個 因為還有湯給你喝 沒錯 但我們又去了一個米芝蓮的餐廳 那個米芝蓮的餐廳 文說是當地的權貴 去用膳 我們在裏面也見到 很多軍方的高層 有將軍在裏面 對 即是那些肩膊 心裏起了花 有花 有些人現場的演唱 很奇怪的 就是他已經演唱鄧麗君的歌曲 不是 我們要講到哪一首 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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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 因為現場有幾台台灣客人 不是的 他最初唱泰國歌 唱泰文歌 我都說 那天現場 有我們旁邊的一張長桌 有兩張長桌 其中左手邊那張長桌 坐滿了很多 穿白色制服軍方高層的朋友 空口有很多花 在這裡吃飯 在我們右手邊 有兩張長桌 當時跟我們說 這班朋友 因為他們穿泰國傳統的禮服 女士的長禮服很漂亮 很標誌 他說 這裡應該有些結婚的儀式 完成了 所以來這裡吃飯 旁邊的省台 有幾台相信是台灣客人 所以他們的演奏 即是下午也有琴師 有現場演奏 唱泰國熟悉的歌曲 也有鄧麗君的歌曲 米芝蓮餐廳 很難不見 但價錢相宜 價錢不是米芝蓮的級數 我不知為何 因為當地已經很高檔 但對於我們來說是平民價錢 沒錯 如果我們用香港米芝蓮餐廳的價格 來比較的話 這個就有點失落 為何這麼便宜 我們覺得是相對便宜的 再加上味道水準不錯 不用說 是的 我們覺得 除非你去到一些很離譜 或者磚滾這些遊客 萬谷的食物水平 一般都相當之好 鑊氣夠 而且他們煮得有用心 譬如說我們去講薑絲 雖然都可以說 但都是好吃的 薑絲餐廳 是的 跟香港的情況 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差 但我們不需要講香港 我們現在講萬谷 所以如果吃的話 女士一定會很注意 基本上美食很容易找到 但我們會帶 如果我們去的話 我們會去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容易去找到的 地道的食物 例如那間薑絲餐廳 我又講一下 即是你提到薑絲餐廳 它只是一間路邊的餐廳 即是 起不起眼呢 我相信它起眼 因為那裡都有一些 香港人的招牌在那裡 旺角山東街 那些小巴 那些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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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那裡有香港人到過 甚至是主力 因為它那個也是講香港的殭屍電影 沒錯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設計 但是很平衡化 很平衡化 等於你去香港的大雲檔 沒錯 但是它一般吃的 現在如果譬如說 有些朋友跟我一起去的話 我們就想選一些比較地道 因為如果你說吃 有些朋友說 譬如我洗澡你戴 因為我都熟了 但是我們就盡量 希望找到一些 真是有些特色的 沒錯 那舉個例 譬如說 去到我們都吃這個 芒仔糯米飯 但是米芝蓮那間 的確就 真的不同一點 是 真的好吃一點 我們分別吃過三間 最少吃過三檔的糯米飯 其中有一檔就是 在街邊檔買了百匹 那檔都很多人排隊 很多人排隊 那一個我覺得已經是 在我的口味裏面 都覺得頂的了 是嗎 在米芝蓮餐 自不然它又是有不同的 一種口味的風味 最主要的分別可能就是芒果 一個芒果就是 可能不同產地 一個在元朗 一個在粉嶺 那可能就是 那個分別是這樣 那說真的 泰國的芒果都不是最厲害 就是真的 真的什麼 最好我聽過是巴基斯坦 是 但是anyway 就在那個 芒果糯米飯裡面 也有分層次的 是 那你就不要用香港的比較 因為別人一定是 地道很多 沒錯 那除了吃之外 當然了 如果說吃 我也還有東西想說 對 說一下 那在香港 如果我們見到一些 稍為有水準的日本餐廳 那就要看看 涼頭因為涼味 大哥 是 涼頭就 沒所謂了 進去熬一次 但是 這次我們去吃那個 日本餐廳 那個水準 如果我計我的經驗 我們那天晚上 如果在香港比較 最少都要 兩個人最少都要四千元落樓 三至四千元落樓 就沒什麼走雞 但是我們在那裡 都要千鬆一點 千鬆一點 千鬆一點 非常值得吃 平均是八百元一個 大家比較一下 就是比較一下 就是 我忘記了我們叫什麼 反正我們叫的那類的食物 如果是 我們叫很多東西 我們叫了有壽司 有刺身 還有餃子 沒錯 Anyway 它那個是日本人開的 原因就是 因為在曼谷那個區 有很多日本人在那裡住 實際上應該是小東京 沒錯 那樓宇方面也是一樣 它的樓宇也是很多 是日本人住的 是啊 因為我們 在我們拍攝期間裡 都有一些住客出入 相信 他們從他們的宴談 都是日本人 都是日本人 是啊 都是日本人 食物方面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掘 不過如果 作為我的聽眾 或者我的觀眾 很多時候都可以 看一些宗教的場所 有啊 我們去的時候 應該是無意中 我們都沒有預定的 那就去了金山寺 是 那個標題 有些人挑戰的是 它不是全泰國最高 應該就不是了 是全萬谷最高 那不要緊 我覺得是這些小問題 是 但是那個地方 就很奇怪 他們說 以前也有很多香港的團去過 但現在不去 反而外國人去過 外國人去過 我覺得 個人覺得很值得去 因為它那個塔頂 其實是裝了那個 應該是佛祖的那個 蛇利子 蛇利子 作為神秘之夜的觀眾 這個是不是一個 值得去呢 可以的地方 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泰國也有很多高增 我們看看在哪些寺院裏 有這些高增 可以看看寺院有什麼設計 沒錯 但是泰國萬谷的寺院 就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用心說 你很有興趣 其實有相當多的選擇 以前聽他們說 很多時候他們去過的祈福 沒錯 但是現在近年少了很多 因為祈福 大家都可能會想起那位白龍王 但是白龍王現在離開了 由她的女兒 我們也檢查過 她現在的營建 有繼續去接見這些 我親自去到廟那裡 你去嗎 他有去 那天你離開了之後 我繼續要去尋休探秘 去到白龍王廟 它是關掉的 前一百米 車路已經封了 不讓進去 有位女士出來 見到我在這裏 狗就叫出來跟我聊天 白龍王女兒 可能是 她說 現在我們三個 她跟你說什麼 她跟我說英文 OK 她說 我們都會接見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們有Translate 可以講國語的 Mandarin都可以的 英文 我跟她的英文 她的介紹就說 現在的廟 就是逢星期五、六日都會開放的 五、六日開放 就是早上六點鐘 六點鐘就開了 就是剛才有些人需要去詢問一些事項 她說可以的 跟以前一樣 最多一天就是二十個 或者如果人多 可能去到三十個 二十至三十個人左右 早上六點鐘就要排隊了 有些人更早 很早就要去 要拿走 那就是你要排隊 排隊 人多便派走 五、六日 她早上就會開 當然如果你想去尋憂百探性 我們跟我們一起出發的話 想去的 那我們大家 我跟大家安排一下 是是 總之要講這句 你跟大家安排一下 但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看 舉個例子 我蘇合章上出來 我當時在曼谷做的 我有試過搭船 是 在那個彌南河那裡 現在好像有這樣的tour 有啊 有啊 即是看夜景 看夜景 是 有幾個地方 是 當地的朋友跟我們說 在他們會 精選了幾個 漂亮的位置 看夜景是非常清晴的 例如現在這個景 日頭和夜晚是兩回 兩回事 那次是泰國外交號請 我們不是坐船 但在碼頭那裡 原來是有食肆的 即是高浪的 是啊 那就一邊看夜景 一邊看夜景 是啦 當然就是兩種 有一種 我們坐定定 在岸邊的餐廳 一邊吃 一邊欣賞夜景 看一些船 即是很平靜 有些就是這樣 也有些就是 你在船上 在船上一邊吃 一邊遊船 兩者都有的 到時我們 即是如果我們去的時候 要看看那個是季節 或者那個時間上 我們就會安排 看看在岸上吃 好啊 還是在船上吃 這一個 都是叫做享受 都是叫做享受 這些的 譬如說 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巴提瓦這個地方 巴提瓦這個地方 疫情之後 開始旅遊 就開始慢慢又復甦了 大家在旅遊雜誌裏面 都可能會見到 很多沿途都會有很多Outlet 喜歡購物的女士 一定不會寂寞 在那些地方 即是那些大的品牌 那些Outlet 也都在巴提瓦 我們也去過一個 去參觀了一個 據說它全巴提瓦最大的 室外的高架車場 這個人是我離開之後 你去到那麼多地方 我不是很晚離開 我是12點鐘走 你接著可以去 你多留一天嗎 我多留一天 我多留一天 我不是多留一天 我都是那一天 那一天離開 我多了你半天時間 那一天時間 你去到巴黎雅 去到 其實在曼谷出去巴黎雅 如果不堵車 如果不堵車 這個如果 這個自由相當嚴重 OK 因為如果 通常來說 我們出去 歐西這個巴黎雅 是不會堵車的 OK 如果順風順水地下去 是大概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當然如果我們去旅遊的話 中途都會去一些景點 或者去一些休息站 現在的休息站 就很歐美化 為什麼叫歐美化 因為那些休息站 都很購物的地方 不像某些地區 很簡陋 都已經是一個 其中一個 你要可以花錢的地方 OK 巴黎雅不用說了 一定是度假的地方 酒店相對地度假的感覺 更漂亮 也都 傳統的表演 當然都可以看 我也都參觀了一間 在巴黎雅來說 都幾有規模的一個 傳統的人妖show 幾個幅度 佈置得幾個幅度 所以我們當作是看表演 我們不要用另一類的眼光 我們當作是看表演 作為一個show去看 是不錯的 不過雖然那天 我日後沒有去看 但我們看回它的宣傳片 那些影片 確實是做得不錯的 也都看了巴黎雅最大的射擊場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水果的market 這個水果的market 是任你吃的 如果你說喜歡吃榴槤 又是榴槤季節的話 你喜歡吃 吃到你飽為止 給一個價錢吃到你飽 當然我們 如果我們和大家去 當然是 我們包起來 你知道吃幾多榴槤 他都說包你吃 包你吃 你喜歡吃芒果 喜歡吃榴槤 喜歡吃當時得令的水果 任你吃 任你吃 這個就是 會是這樣 高卡車 又是男生比較喜歡玩 但我女生 其實很多女士都喜歡駕駛 原來駕駛 高卡車 那個玩法 跟我們平常駕駛不同 那個引擎聲 又是很興奮的 我踩了幾下 人感覺很high 都很快的 很快的 很快的 有駕駛經驗 沒錯 不過要夠膽 是 即是你 一直跟著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像跑道 那條跑道很曲折離奇 大佬 很多彎 有駕駛 有駕駛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高速入彎 你要訂彎 對嗎 據我所了解 新界都知道 有這些小型的車場 不過因為局限於場地 太小 他那裏真是很大的 真是很大的 萬谷你是去過一個室內的 那個我就覺得 就不及得巴黎亞那個 至少你玩 一定是巴黎亞那個 那個感覺就不同 因為你一邊看 你看不到 你不會看到前面就要轉彎 是很遠的 是啊 那個場地是夠大的 夠大的 夠大的 當然去玩去試一下 你出外旅遊 無防 是啊 所以其實很多 有些觀眾問 想怎樣 很簡單 宋先生想安排一個我 去大隊的 據問你現在 有些聽眾不想你離開這麼多天 是很兩難的 這樣 如果你說 長期溫在香港 都有一個問題 嗯 坦白說 現在香港的氣氛 是不是很開心 當然不是 外出尋歡 我想這樣 你說去其他地方 放鬆一下心情 沒錯 在這裏 你經常覺得 你走出的夜晚 去到八九點 你想找東西吃 就越來越困難 嗯 但是曼谷 我想包括巴提亞 是 你走出街一定有東西吃 大把東西吃 一定有美女看 是 一定有美女看 是 感覺就是 大家都是 很有活力 我想是這件事 就不是現在 大家出來 大家好像 都不知道想怎樣 是嗎 跟這個旅程其實有關係 剛才你說起 就是女生 不知為何 熱大的女生 我們坐BTS 比較是性動些 是 你不用轉彎抹角了 穿衣服就穿得少些 是 身材我多拿一支 是 不知為何 臉容又好像 開朗些 開朗些 大家今天做甚麼 所以 我也嘗試去 因應宋先生這個建議 我試一下 這個是我第一個 如果成行的話 但是最主要目的 就是大家 看看曼谷 甚至可能巴提亞的樓盤 嗯 這個是我們整個行程的主要因素 就是 因為有前科 啤梨那個馬來西亞團 我參加過 你很感謝 因為那次是啤梨請我 是 那裡面當然 吃海玩樂 我就不止 我想大家去看一些 宗教性比較強的地方 靈性比較強的地方 但是這個就要看宋先生去 會的 找 但是 那個主要目的就是 因為現在 曼谷那邊的樓盤 是很有吸引力 也牽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想去定居 或者移民的話 在泰國方面 其實就有相當寬闊的一個門楼 沒錯 如果你兩樣一夾 當然最好 因為上次 我們曾經 第一次出發去曼谷看樓盤 的時候 有些feedback 回來告訴我們 希望價錢可不可以 再貼地一點 再貼地一點 所以這次 不用了 跌太豬再跌可以 沒問題 所以這次我們去看那些樓盤 這次我們想動五個樓盤 非常之入門門 非常之入門 即是由幾十萬 五十萬 五十萬 開始起步 那些facility 跟香港的某某屋院 相差無幾 甚至有過之而無一級 最起碼就是有天際泳池 一定有的 即是現在去曼谷新盤 一定有泳池 一定有泳池 健身設施 做Gym 跑步 小孩子的康樂設備 一應俱全 即是不會因為 你五十萬 五十萬起步的樓盤 都有齊這些facility 當然剛才我們提到 在日韓區 所以那些樓盤 相對地價格會較高 因為市中心 有些在商業中心區 價錢較高 還記不記得 我們第一天去看樓盤 期間 我們中午在原林餐廳吃泰國餐 那間又是一絕 因為我剛才說 我們想在一些比較另類的地方 就是因為經過當地的地頭重 即是已經歸化了萬谷的 香港人 就特地帶我們去的 的而且確是非常非常高水準 非常高水準 我們帶你去吃 就不是帶你在旅遊書裡面 你在網站找到這些東西 是我們帶去類似這些地方 沒錯 旅遊書那些就是有廣告成分 是啊 我們帶你去吃的東西 是真的好吃的 是嗎 結尾就是想說 大家要聽聽我們的節目 覺得這個行程都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樓盤可以考慮一下 就麻煩聯絡宋先生 留言告訴我們你想怎樣做 那宋先生會去看看留言 如果反應是不錯的 我們就盡快安排 沒錯 其實來說 我們初步都有安排 跟當地的法治商 我們都合好了 就由12月下旬開始 喂 現在已經下旬 已經下旬 開始 二人乘客 逢星期四出發 你有兩個人 或者說我只有一個 那宋先生想我可以報名嗎 可以 因為你有一個他有一個 我們一起出發 逢星期四我們就出發 去泰國自由行看樓團 這個自由行看樓團很簡單 譬如說我只有三天時間 三天兩夜 第一天我去到酒店 譬如說我訂了美麗華酒店 你到機場 我們告訴你 你坐的士去美麗華酒店多少錢 大概都是百多港幣 這個我想我們自己安排 這個是最簡易的方法 最簡易的方法 第二天我們就有專車 專車接你去看樓 看一日樓 帶你去泰國 一些地道的 剛才我們說的 就去吃那個餐 保證你吃不回來 就覺得讚不絕口 第三天 你說我自由行睡晚點 第四天 我自己喜歡去哪裏 OK 這個是自由行看樓團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免費 招呼你這個旅程 怎樣免費呢 當然就是說 你看中了那個樓盤之後 發展商就會送回每一戶 都送回五千元的旅遊費用給你 即是你 免費 如果你買樓宇的時候 就跟著這個旅程便免費 免費 免費之餘 就是免費 再加上一樣東西就是 頭長 我也有興趣 剛才你說的移居那裏 我們就免費幫你代辦 Elite Visa 那個手續 那個手續費 就豁免 OK 所以來說 就是 都是我們一貫的充值 幫得到一個 我們就幫一個 但是 那個細節本身 我想節目裡面 就未必講得那麼詳細 所以 如果你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你可以聯邏宋生 沒錯 我的電話大家記得 622144300 可以先Whatsapp 我先 如果在做節目 就聽不到你的電話 622144300 我想查詢更多詳情 Whatsapp 打電話給我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